Hello,大家好 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呢 现在是在这个西安的曲江这个地方 西安的曲江 也别说西安的曲江了 我觉得整个西安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历史文化沉淀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地方 有人曾经跟我说 在西安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给他讲出一段历史故事 或者历史典故 我一会呢要 我要我要去走过去 呃带大家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在坐落于曲江的一个地方叫秦二世 秦二世就是 秦朝的第二个皇帝 也就是秦始皇的第十八个 第十八个儿子 呃一会要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这个秦二世遗址公园 呃当初呢就是秦二世的这个墓葬被发现在了这个地方 嗯这个地方呢离我呃不是太远 待会呢我会带大家一块过去看一下 在西安这个地方真的很搞笑 我随便走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就可以有一首古事来形容 然后秦二世公园 然后秦二世公园呃离得不远的地方就是那个寒瑶遗址公园 现在叫曲江寒瑶遗址公园 就是那个 王宝川 王宝钗还是王宝川 一会带大家看一下 哇太远了实在是 走了好久走 走了好久 要穿过穿过这条桥 下面是高速 穿过这条桥 哇好远 应该快到了吧 我都走了上 四十多分钟了还没到 哇 稍微休息一下 四十多分钟了 应该应该就在前面了 景色还不错 这个应该就是秦二世公园了 终于到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音乐是不是要换一下了 我们的音乐是不是要换成是具秦朝特色的音乐了呀 哇终于到了 走了大概有 走了大概有很长时间吧 走大概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 看这个是取江秦二世林遗址公园 整个公园大体就是这样的 它这个我觉得周边都有楼房了 它的楼房 它的市中心感觉好像没有原来那种 没有那种林园的那种感觉 一只公园游客须知 它的这个灯也设计的比较有特色你看 灯也设计的比较有特色 今天今天人还人还特别少 可能天气太热了吧 这个这个灯设计的特别有特色 晚上的时候应该很好很好看 天下第一林 是林吧 公元前二二一年到公元前二零六年 我刚才也做了一下功课 因为我的历史特别不好 秦二世应该是秦朝的第二个皇帝吧 秦始皇的儿子吗 是不是扶苏的那个扶苏的弟弟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秦人秦人就长这个样子 这是铜素 铜素出来的 嗨 你好 秦朝的这种铜像雕像 非常的威武 非常的威武寻众 气势 来让大家看一下当时我们这个秦朝 他的这个土地图的样子 东北 黑龙江 吉林 东湖 内蒙古 巡奴 直接都包括了外蒙古了 我感觉 陕西话说 秦始皇说话就是 恶地恶地都是恶地 所有的土地都是恶地 所有的土地都是恶地 所有的土地都是我的 这个设计的比较好是古代的铜钱跟一个 跟一个石头 结合的一起的 有人认识这两个字是什么字吗 网上面网友应该有高手吧 这是个什么字 秦半两 我们看一下这个 统一后的秦废止了战国后期六国旧钱 在战国秦半两钱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以原型方孔的秦半两钱通行全国 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 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 该作品至半两钱为重 又至其他酷币异美 象征秦统一货币的历史之举 非常不错 这是盔甲 秦朝的这种盔甲 特别雄武壮观 这个时候应该找个人上去吧 做一个模型 把头露出来看一下 扶苏啊 哇好壮观啊 这个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秦战甲 对对对 这是秦战甲 大家应该能看到吧 秦战甲 战甲是古代军队官兵防御冷兵器 秦席身体的披甲 大家看一下 我就不念了 有些字不认识 这些字都认识 秦各与右吧 成列至之 象征秦军正之威夷 真的是很壮观 在西安待了这么多年 这么好的地方 居然不知道 就像我朋友跟我说的 西安这个地方 修楼房的时候 休几天就停下来了 为什么停下来了 因为挖到了一个文物 就是保护起来 要么这个地方就不能再修建 要么就是把文物保护起来 重新再找地方修建 西安就是这样的 十三朝古都 太强悍了 太有文化敌人了 看一下这个是个什么 出土文物金瓶展 这个地方应该不让进吧 出土文物金瓶展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个啥东西 麒麟 不是不是 不像 这地方真是太壮观了 我进去看一下 这叫秦虎福 秦虎福 大家看一下 网上可以查一下秦虎福 它只是模仿的 秦虎福为同质 虎心七五高 4.4长 9.5 扣0.7CM 背面有槽 井上有小鼓 秦虎福这是 该起1973年与西安郊区发现 现藏陕西水高五 秦虎福 这个应该是模仿的吧 模仿的一个纺织品 哇 太阳底下 这太壮观了 太好看了 这 太壮观了 让我从这个台阶上面走上去看一下 上面不想 周边有太多的楼房 我觉得完全掩盖了它这种 这种古老的这种气势 上面应该有一口大钟吧 那是什么钟呀 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都是现代法的 这是一种钟 哇 这是一种大钟 大钟 清秋纹念 这应该是秦朝这种 拉马的战车 清秋纹念 拉马的战车 这也是仿的 新的 那个 正品应该在 秦虎黄冰湾里面 坑里边应该能看到 这个应该是仿的 这个仿的仿的能为电为笑 太厉害了 今天天气比较热 来西安的游客 还是比较少 可能现在还没到时间吧 应该是 应该是没到时间吧 如果再过一个星期左右 外地的游客特别多 特别多 西安的游客特别多 今天 这个721只公年还 我可以推荐 如果是外地的朋友 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 这个里面还是不错的 这个地方是秦龙羹 这个牛 他压在泥地 这个叫夯土 这个叫夯土 夯土 就是把泥 泥把拿那个土夯 拿土夯和石灰活到一起 然后一直在那 在那打土 反正这个我老家的 我老家有 这个现在已经不多建了 现在的房子已经不多建了 东西 高高的这是个什么东西 难道这是木吗 这么高 不像是你看 它是圆圆的这种 这个得值得去看一下 我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大家别着急 我先看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 它应该有标记或者记录吧 它应该有标记或者记录 看一下这是个 哦 这就是秦二世的皇帝陵 啊 应该就在这个下面吧 陕西 天清乾隆 哇太孤老了 这个 我带大家看一下 看有脚印了好像有人上去了 我不上 亲爱是皇帝我不上 哇这个地方真好 我的后边的就是秦二世皇帝的这个墳墓 呃 大家看一下啊 我的后面就是秦二世皇帝的墳墓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下面应该空的 游客应该 我不知道下面空不空 但是我刚才听到广播里面说 可游客可以进去 但是我刚才也没有找到出进去的地方 这个后面就是秦二世 秦二世的皇帝 秦二世皇帝的墳墓 大家看一下 秦二世皇帝胡亥墓 位于曲江池 固止南岸 这里原是秦的宜春院 墓县从封土城圆锥形高五米 至今二十五米 胡亥是秦始皇的幼子 公元前二零一零零年 秦始皇病死沙丘平台 胡亥在赵高邪谋下 偉照逼 始皇长子扶苏自杀 哇他逼他的长老大哥自杀了 登上秦始皇 秦二世皇帝宝座 他在位才四年 交涉残暴 道行逆施 官相连作者不可胜数 行着相伴于道 死人日程 急于事 终于因农民起义被赵高所杀 秦始皇 延远 延远 万年的 梦想随之破灭 他被以 这是个啥 千手之礼 埋葬一次 啊是 我刚才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这个秦二世 他的这就是他的墓 这就是秦二世的墓 我现在查了一下 为什么他的这个墓 没有其他的皇帝那么浓重 浓重啊什么各种 因为他当时 犯了很大的错误嘛 然后是被以 嵌守之礼埋葬于此 嵌守就是普通老百姓一样 就葬到这了 不过也是一个非常 也算是非常伟大的人物吧 毕竟是过了 过了这么多年了 也算是一个历史人物吧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展览馆 可以看到吗 比较安静 这个地方是展览的地方 反正是镜卡比较安静 我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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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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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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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